哈喽 大家好 分享鱼香鸡蛋的做法 喜欢的伙伴 双击收藏 首先准备适量的木耳 给它泡发好 清洗干净 锅中水烧开 放入木耳焯1-2分钟 给它捞出备用 再准备洋葱 切丁 胡萝卜切片 少许的青红椒切段 再取碗调料汁 加入白糖2成 剩抽1成 少许的料酒 1成半的米醋 3成水 半成淀粉 给它调匀备用 取鸡蛋打散 放入锅中摊熟备用 锅加油 烧热 放入一层皮肝豆腐酱 炒熟红油 加葱姜末爆香 倒入洋葱 胡萝卜 青椒 翻炒一下 倒入料汁 给它烧开 倒入鸡蛋末耳 翻炒 再按个人口味 口味重的可以再加少许的盐 加入鸡精 翻炒进行出锅就可以了 喜欢的四字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